早晨 大家好 今天11月2日星期二得道 早晨財經 我是主持杜森 令蘇菊變為機會讓知識變為財富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免責聲明以下提及的內容謹作為討論分析使用不作為任何買買建議 投資推介謹作參謀風險置庫 有聽杜森節目的不同的觀眾應該昨天都中了 美股我講了很多次了 33000點是一個大阻力 昨天最高位的杜瓊斯指數報32975 在IG來說是32998 差2點 昨天除後一見頂馬上會下跌 美國職位空缺意外增加 添加工資壓力迫使聯儲局繼續進取加息機會大 所以拖累了美股星期二先升後回 道指升過200點之後就掉頭向下 高開129點之後道指升幅1度曾經242點 高見32975之後曾經倒跌247 即來回差不多480幾 差不多接近500點 低見32485 標普跌0.73% 納指最多跌0.97%之多 美股收市了 道指還沒跌79點 暫時還沒開波 因為還有一個意識還沒公佈 報32653 標普和納指分別跌0.41和0.89% 報3 856點和10890點 標普通訊板塊回落1.81% 中國概念股金龍中國指數升了3.83% 摩根大通股股價上升1.8% 是道指成分股最大升幅 高盛也進漲1.18% 重磅科技股蘋果跌1.75% 是表現最差的道指成分股 一度失手150美元 美元也跌1.71% Alphabet跌4% Amazon跌5.52% 收市市值不足1萬億美元 2020年4月以來首次 Tesla的電動貨車 據保在2023年底進行產量 也會量產 股價度秋高4% 收市蒸發大部分升幅 Uber業績性預期 股價但升11.97% 另外輝瑞調高全年疫苗收入預測 升3.14% 歐洲股市全面做好 英法德分別升1.29% 0.98%和0.64% 加拿大的多倫多交易所 因技術股漲交易暫停 摩根大通交易團指出 如果聯儲局今個星期轉格 指加息0.5% 在主席鮑威爾記者會上 暗示容忍通脹高企 和就業市場緊張 標普最樂觀情況下 單日可以升10-12% 大發生這個情況 機會極微 最可能出現的情景就是 聯儲局繼續加息0.75% 和爆威爾立場偏樱 相信美國債息 不會因為這樣大幅攀升 標普加乎1%至0.5% 另外數據方面 美國勞工部的職位空缺 和勞動力流動調查 顯示9月份的職位空缺 由8月份收定後的1028萬個 增加至1071.7萬個 遠高於預期 美國10月份的ISM製造業指數 由9月50.9降至50.2 略高預期50 另外10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就是PMI 中值50.4 高於初值的49.9 9月的建築開支也好過預期 美國10型期債息由低位 一度秋升上去 去到4.079 倒升0.2基點 美市偏遠 美匯指數一度回落0.72 去到10.719 日圓最多升1.16% 去到146.99 市場同景日本央行再出手 所以有少少升 為什麼經常都會說美國債息呢 大家知道美國債息和美匯 所以會提到美匯是日圓 或是比較的 多數行量都有的 所以經常提到美匯 如果美匯一強的話 或者這個美債息也是 所以也都對美股影響都有一定的 加密貨幣方面,比特幣升1.34%,佈2.07萬美元 商品方面,金最多反彈1.52%,去到1658.4 其後升势放緩,市場傳測中國政府會計劃放鬆防疫限制 有助石油需求,所以油升2.12%,每桶佈88.37美元 曾經升3.37%,布蘭特升1.98%,報94.65美元 恆指夜期收市報1549點,低水46點,跌了47點 成交報23639張,各子夜市報5195點,低水15點 昨天港股,如果我講了很久,我都說港股11月會反彈 尤其是在10月尾最後一天,星期一那天,仍然跌底更加穩陣 因為那天更加做了一個底位,就是14597.31 而我在星期一的下午左右 下午左右,我都已經跟大家講了,如果IG位是14577 有幸地那天,如果有底度心炒股Facebook,我給的最低位是14577 當日一下就見到的最低位,就是14577.1 基本上,差0.1,可以這樣說1.55 如果可以這樣說,全部都中了,也都位置中了 但是我亦都說了,也有留言在Facebook裏面有說 如果這個今天是鼓勵低位,應該值得慶祝 甚至可能是這個,這個未來的一個反彈的,一個小反彈的低位來的 這個昨天也都可以這樣說早上,迅速地已經是反彈了 未開始已經彈上去的,其實那個位置一路一路 朝頭早就彈多一點點的,一路這樣彈到上10.55分 其實基本上昨天如果有跟我玩的這個不同的網友 時間,位置和那個方向全部中了 我有一時短炒,我給了一些不同的時間 好像昨天,我11.05分,見頂了10.55分 我11.05分左右,已經全部平了好倉 當然,昨天我唯一失策就是沒有反彈 有兩段沒有反彈的,第一段就是11點鐘,10點多 第二段就是3點多鐘,但是沒辦法 如果有反彈的話,就真的2000點都有賺 因為,尤其是我也要休息一下,不習慣 玩長時間一路一路玩一路玩都會累 沒有反彈,只是做順勢 昨天其實兩邊的反彈都不錯 一邊呢,在早上早上的灑點鐘 如果看回吐,也有200多點,不夠300點 而下午的3點多鐘,它的下跌也有300多點 所以這個,其實不容易去捉 這個整個世,不是說買完之後一注讀贏 然後呢,每個人都想著這樣 通常每個人都想著,買完之後 買隻牛仔,買隻熊仔 跟著呢,麻眨眨,一注讀贏 然後不知道賺多少,然後放了去 這個世界呢,每個人都想著不勞而獲 或者這個,最簡單,最方便,最開心 但是呢,這個世界沒那麼容易的 但是,都經要一些不同的部署 聽過我最近的分析,也都說了很久 33000是這個美股的大阻力 也都說了很久,11月初 結果,昨天都馬上開局,就升幅了768點 收復1萬5千點關的 其實呢,昨天高開了八幾點之後 升幅不斷擴大 利安人民幣曾經短暫急升 還有,同景內地的防疫措施 又是同景,傳這些東西 那全部呢,為什麼10月底不傳呢? 為什麼29號、30號、31號不傳 為什麼1號不傳呢? 為什麼1號不傳呢? 所以整件事都是大戶的編劇 又說,同景下年首季放寬 恆指11度,食眼之後升945點 高見15632點 收市升768點 報15455點 十天線得而復失 大市全日成交去到1538億 科技指數升8% 報3075點 另外,全日有118隻港股向上 美團騰訊都錄得雙位數字的升幅 阿里巴巴也升7% 京東也升8% 內地,即是受理到澳門的簽證申請 賭固急升 其中金沙、新豪和永里都大升11% 外交部表示不知成立委員會涉及放寬防疫管控措施 內需的零售股升勢回順 海底撈 競升13%表現最佳的藍炒 華園啤酒也升10% 旭廢控股計劃進行債務重組 復派後急射25% 其他內房股也會升 其中龍湖升8% 不要看龍湖升8% 好像很開心 其實自從中國女首富吳馬君 應該有聽我Tony的節目 也有說 為了移居美國 個個都走路 由該集情80後執行董事和首席執行官 即她的女兒 陳聚平也獲位 因為董事會主席 剛才拖累了30號 早已經崩盤 龍湖一卸千里 低開近15%之後 曾經藍籌股就行了 一度暴跌超過40% 這個歷史最大單日跌幅 你想一下 藍籌股來的恆生指數成份股 竟然曾經跌40% 你說大不大鑊 所以你說恆生指數 為何不會被人 為何會這樣 就算現在反彈 昨天都是為何 一路一路這麼折躲 一路不斷加些廢柴 加些有問題的不同的資產 差資產 所以變成份股 不是資產 應該是加一個不同的成份股 變成拉低了這個表現 綜合大陸媒體的報道 58歲的五馬君 有一個女兒 一對雙胞胎兒子 和前夫所生的女兒 通常大陸家庭都是這樣的 幾個成都敢死 好可愛 通常我經常都改嫁 然後這個帶個兒子 那個帶個女兒 然後整個組合家庭 所以我也有認識朋友 也有很多這樣的案子 馬上就糟糕了 據報道 這個五馬君近來身體欠佳處於休養 眼睛都不是那麼好 這個 這個 給了個女兒 然後兩個兒子 究竟是不是這個唐心風暴 接引五馬君 這個 這個 剛才說錯了 那個陳聚平 陳聚平不是她的女兒 陳聚平是公司的老員工 這個 補充資料 這個 陳聚平是老員工 二年四十歲 在清華大學畢業 取得碩士學位 這個 究竟 胡蘆買什麼藥 就是大陸的東西 很難說 太多陰謀論 究竟是 真是退休 跟著不玩 還是唐心風暴 還是 究竟是國家接手 所以 這個 不知道 因為我可能比較陰謀論 多一點 大致之一出消息 基本上 都是大鑼的了 沒辦法 因為 通常 在不同的 對著不同的 那個 上市公司 你想想 如果買了它 作為藍醜 單日徵 可以四成的話 基本上 聽什麼故事 都沒有意思 所以 如果買這些 內房股 我一直都不支持 另外 一單 藍非大股東 即是騰訊的 藍非大股東 否認中信集團 就跟他 談判中收購 這個騰訊全部股份 但是你說 空越來風 我覺得 聽著先之餘 未嘗不可 為什麼 我一直都不相信 這個 南非大股東 就真是南非基金 我一直都覺得 是台下拍車 你想想 我都說了很多次 有什麼 騰訊 一間全國 這麼大的 一個 全國的 通訊 包括有微信 這麼大的集團 這些這麼重要的公司 怎麼會 大股東 會是這個 南非基金 一直都是太子黨 不過 哪一堆太子黨 我當然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 過往的權力核心 但是大家都知道 過往的權力核心 今時今日是什麼 新時代 新時代 當然是新的權力核心 所以移交 新權力核心 所有這些大牛龜 大集團 分分鐘也是 股份裡 都有轉售 所以你說 中信的 可能又代表 另外一堆 新的權力核心 人物 所以你說 要轉變這些股份 我覺得不奇怪 至於收購價 就是阿水資 騰訊一路 大家不只是騰訊 之前所有的不同的電商 或者騰訊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所有的大集團 全部都被阿爺搞 搞得的 真是這麼簡單 後面當然是牽涉很多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 所以 接下來繼續吃花生 無論去是怎樣 所以 作為買這些股份 其實現在 不要說買其他 買騰訊 我也覺得 風險也不小 所以 杜森 你又說 看好這個寒月初彈 大哥 我拿去這些指數 拿指數 最好 炒炒買賣 你拿股份 和他講感情的一路 又說 一夜程都給你多 炒過幾個鐘 所以這些就無所謂 杜森沒有介紹錯了 繼八月底 那時 和大家講了 到時候 九月份 會反彈 九月初會反彈 當時也講了18,134 對上一次前底 可能就是一個阻力位 上次中了 亦都在10月5日 彈了1,008點 而當時 也都升到上18,164點 亦都是九 不是九月份 十月份的頂位 自從這個頂位一見之後 跌了 一直跌了 跌了 跌到 在月尾 10月31日 14597 沒錯 就跌到月尾 這次會不會重複呢 昨天 最高位升到上15632 當然 每次故事不同 15632無疑是有明顯的一個大阻力 接下來如果要不要重複之前的故事 當然想回去做個雙頂一定有機會再繼續挑戰這個高位 大家拭目以待 我也不知道他彈一日還是幾日 因為計證來說這次未必只一日 可能彈多一會 所以暫時看16000至16500會是一個明顯的 當然段段都有阻力的 但16000至16500我們就看看暫時會不會可以上到 當然先過第一關 昨天的頂位阻力15632 我講恆指 恆生指數短期內的趨勢暫時來說有能反彈 但道指就要小心點 道指因為基本上如果有什麼移動 33000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阻力 當然道指就沒有性的 有時候一反彈的時候 可能也會是一個挺大的不同的 挺有力度 但每個星期計的 通常道指上個星期就 基本上不是上個星期 上個月都升了14% 可能如果在11月8日之前 這個公佈這個 不是公佈 這個中期選舉之前 會不會是回下去先 大家也都看一看時期會不會這樣做 大家再有什麼update 會在道心炒股再update大家 另外也都講講EonMask Twitter用戶 越付百美元可獲認證 這個新的一個不同的改變 也都百元美金 也都取得這個Twitter的藍色標誌 這個叫做micropayment 就是每個給百元美金 如果用戶夠多 那都是一個收費的錢 百元美金不是多的 但是月費來越計 月費就好像現在好像Patreon 每個收下月費 至少山大斬牌有柴 Twitter目前的認證服務是免費的 是一些不同的政經界和娛樂界的知名人士提供 藍色標誌代表這個帳號是本人使用 EonMask上個星期完成了以440億美元代價 收購Twitter的行動 較早時也發表公告 表示他也是集團的行政總裁和唯一董事 不過補充說解散了Twitter的董事會 只是暫時的舉動 EonMask在Twitter的貼文中回應提問時 也說一般用戶可能只需要支付百元美金 就可以享有這個認證服務 引日月費就要確保這個 賬戶身份的真確性 而且平台也不可以單靠這個廣告生存 今天現在暫時都不會打爆風球志 金融峰會也說風雨不改 會在如期四季酒店舉行的 所以大家繼續努力上班 香港人真的有點辛苦 可能下午12點多 然後又叫你打8號 相信今天18個字的粗口全部滿天飛了 多謝大家收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資料想再更新的 隨時看杜心炒股 也記得支持我們六部曲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星期二得道日報和新聞集團 也記得訂閱和無限度 多謝各位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就是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別的靠近 以右後 來看看